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炭灘韭菜我是Noray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47分 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三部負牌影片的話是從這個太景KY到這個強茂 OK,我們就來看一下太景KY吧 OK 用這邊看好了 如果是我的話應該是抓這條線沒啥問題 應該還是抓這條,大概16.15左右 那今天又再度破線 就是從高點上去又下來 所以才說啦 這一種呢 你看 前面就有一些 套牢壓 前面的套牢壓 那你要做這種 其實相對來說 會更困難 就是 你明明可以傻傻去追一些 比如說AI股 然後一些 長期趨勢 像他這一段當上來的這一段 那你硬要買這種盤整的話 然後又用 如果說是用我的方式我覺得 勝率不大 所以我覺得勝率不大 就是抓 做這個突破買進法的話 因為我們是做突破嘛 這邊盤整是突破 盤整格局 然後突破了 然後突破了這一根 假設我們沒中間場 或說這個地方我們沒有抓到的話 那 只有跌下來 就沒有了 那所以說現在的格局 我認為他還是需要等待一些破敵方的結構 而且 在 在這一個 上上週還是 上上上上週的時候 生技藥有走過一波 應該 用這根來看的話 就是6月底那時候 但是 那一週我記得是 那週6月底的話 就是生技藥很強 但後面其實 大部分好像都 就爛掉了這樣子 OK 那來看一下 這一個 龍槓 龍槓我這邊畫什麼 我來看一下 應該這樣 之前以為是在這裡 然後 這根不看嘛 但後來 壓壓壓 突破之後呢 不要 往下跌 然後還是有反壓 所以 變成說 這個地方是 這層 60.5是大 大壓力 這層是大壓小壓 原來是 壓了 一根 一根是一波 然後 下來之後上來 兩波 下來之後上來 三波 下來之後上來 四波 就是 一二三 四 壓了四波大概 58塊左右 但最終突破之後還是 啪 往下跌 對反正呢 他把這層 原來是以為是 大大壓力的位置 當作是一個 小支撐啦 或是小壓力的感覺 所以 現在 此時此刻啦 我個人心中認為的一個 大支撐已經是落在51塊左右 已經落在51塊左右 那51塊的話就直接去守這根底點吧 如果是我要做的話 就直接守這根底點 那他中間的過程會不會 下來之後反彈 下來之後反彈 欸 非常好可能 非常好可能 但是 如果說這個盤 要怎麼能夠看出51塊 這邊是一個 很漂亮的點 其實一號 大盤大跌的時候啦 那目前也還看不出來 然後中間的過程我覺得 就在這裡吧 這邊又是一層小的 但是這層小的呢 我個人又會覺得說 這層小的到這個壓力 因為他這裡反壓嘛 有個明顯的反壓下來 所以說 變成說大 小小 大 等下變 呃呃 就是說 看你自己要做到哪一層啊 我個人會不會在寢占於 一定是51啦 因為我覺得現在盤勢也沒有到很好 而且 我這句話已經講了大概兩週了吧 從上禮拜 開始一直講了講了兩週 所以 盤勢不好的時候 還是尊重 至少 不像根根挑戰嘛 根根挑戰那個挑戰各個我是看不到大盤 那我一樣可以看嘛 那我們現在就能夠看到明顯看到大盤就不太穩了 所以我們可以 比較腦袋中自己改變策略嘛 大盤不好 那我要增加勝率 我就去做破底盤結構 那不然我就尾盤買嘛 因為可能盤中就會一個 上衝下襲 等下尾盤 那都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做法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這樣子 OK那看一下這個愛迅 愛迅的部分我好像用另外一邊畫 用這邊畫好像也可以啦 反正呢 之前這邊是一塊壓力嘛 然後他這個地方突破 突破這個假突破 假突破之後呢 這邊算是一個破底盤的第一根 破底盤的第一根呢 理論上應該是要下來 不過他沒下來 他是會往上拉 好今天往上拉 所以 基本上沒有 沒有錢高啊 然後你能夠去做的就是 從這個地方開始算 如果我的話 我會從這邊開始算 比如說10% 比如說10% 就是昨天那一根吧 昨天那一根 10%賣掉 再接下來的話就是沿著五日均線 然後五日均線目前還很遠 所以說就看五日均線能不能夠把整個股價給搭上去 就這樣吧 因為 沒有得分析啦 沒有東西可以分析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台光電嘛 那台光電的話我本身有 然後我是盡量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 這兩根其中一根吧 忘了 反正後面現在拉上來 到 截止到今天最高的到39 不過後面就縮水 縮到了在34 那目前整個格局來看的話 我覺得他搞不好是有機會向下來做測試 測到275這個地方 對 那我今天都還沒有 我今天沒有出 對我會等待 五日均線吧 如果說五日均線跌破的話 那我就會做出場 因為 就是我的一個 策略 當然呢 我覺得如果說 跌破要不要做出場這件事情 你也可以選擇 假設 我就是買這麼低 那我拉到這地方來說 拉上來這一段我早就已經有先賣掉的話 那後面呢 就是都是多賺 至少他跌下來 我不要 他跌穿成本有在賣 至少 我可能跌穿這一層 或是說黃色這一層 那我去賣掉 這樣子所以 目前看起來的話 大概上是275是支撐 對看有沒有機會回來啦 搞不好有機會 搞不好有機會 OK那看一下見準 那見準也沒什麼特別啦 反正就是 之前的支撐往下調整到92 那92這地方破線 破線到89.5 然後拉拉拉這樣子 那 個人的想法就覺得說就差不多啦 看你要怎麼抓 我覺得 支撐的點在上 抓92到93之間 然後跌破這一根就走 跌破這一根89.5就走 然後支撐抓大概92上下 這附近 對因為 如果說我抓92.3的話是 大概4%的停損 就是在3到4%是一個 比較 可以被接受的 然後 差不多撐壓也是在這個 這個點 差不多 那今天是拉高被出貨 所以說如果是 然後今天這個是最高嗎 大概有碰到掌影板 往下一點點 大概是10% 9.5%到10%啦 然後今天又收尾到2% 所以你今天買下去就已經 虧了5%多 5-6%這樣子也是蠻虧的啦 所以目前搞不好明天又有機會再撤下來 92到93 自己觀察看看吧 因為目前這個走勢 這個位置是一個 假突破 然後底下又往上走 算是一個破底翻結構了 然後長線多頭 我個人覺得不錯啊 前面這邊也沒有一個出貨的現象 好 那來看喬威吧 那喬威差不多 反正就是 一樣區間 那區間呢 就看自己 你要 等在破底翻 你要直接進場 都可以 因為其實 你問一個小朋友 你先告訴他撐壓的原理 喔 你告訴他說哪邊是地板 哪邊是天花板 他就會很明確跟你指說 欸 這個 爸爸 這個地方呢 75塊就是 這是地板 這邊就是支撐 那 你不是說支撐就可以買進嗎 然後他說 對 他就很直觀的買進 那有些人會 因為我像我 你看我分析的時候 我沒有在切均線 那我現在我不想切出來 因為像這種盤整格局 我覺得看均線更實真啦 除非這一段 我個人覺得是這一段是比較好去做翻查的 這一段上漲的過程 或是說接下來這地方如果說來個暴漲 上漲的過程是 比較可以去看均線 還有他第一波這個下來的這個點 那 其實 他這裡已經下了一波 反抽 再下了一波 這邊已經告訴你說 欸支撐就在這裡了 支撐在這裡 但是看你要不要去收進場 那如果說你要等在破底翻的話 就是跌破這一根 跌破73.3 跌破再拉回到75塊以上 那這個破底翻就OK 那如果說你不想等在破底翻的話 就大致上就是抓 Maybe就抓這根跌破吧 來5%左右吧 我隨便抓了大概5%左右吧 大概這樣子吧 好我們看溢架吧 那溢架的部分的話 就一樣喔 我丟到那些short嘛 然後 我記得在這個區域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 在6月2號嘛 6月2號的時候又丟進來 6月2號的話是在這裡 那就是在 然後6月14是不是 對6月14的復盤 6月14號復盤的時候就有講 我說呢 呃 這個地方感覺上是要等待插針 那 或者是說到達 30塊 有沒有到達 6月27號到達 之後往那噴 27% 對所以你 很多想像中 到不了的支撐 其實很多個股都有到 所以我們就抓 符合我們策略 邏輯的個股就好 然後他創高之後 開始休息 左邊這邊也很難抓 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層是 應該要去做停止的一個支撐結構 就我從這邊抓 也不太對嘛 這裡抓也不太對 因為整根就這樣下來 所以目前先抓這裡吧 這個低點 然後跟這個低點 但是這個地方我不會想做點掃 我這地方我不會想做因為我覺得 不是很確定 真的不是很確定 所以 我會等待過敵方吧 插針插去再拉回來 因為這邊也是下降格局 這樣子 這一層這樣看看 那搞不好他就往下收嘛 就可能結構都被打亂 那他經濟的話 基本上 他已經過了他的大區間 大區間其實是在 84.5這個地方 84.5這邊這邊是一個盤底的過程 然後這邊往上 往上走 往上走 滿滿的一層一層一層 那現在呢下一層就是大概就一樣 90到 90到91啊 就看這邊啊 這這個不是昨天有放到裡面嗎 還是之前有放 我沒有 我昨天你們要把他放到這個會員個股 不過後面把他散了 因為我覺得 他的 就是 對 反正我覺得 感覺上 我現在找這一種的感覺上是比較勝率比較高 就是 還在走這一段的感覺比較好 那當然你現在你要去做這邊這一段我沒有任何 因為他已經 也是已經在 大格局之上 就像我在上一部講的這個 南電啊 然後像 上一部的最後一檔 中紅 我就會說他要突破個大的 以上 或者說他做大格局我比較喜歡 就不要做那種 還在這邊 這邊那個摸摸唧唧的這一種 反正就是這邊 那邊慢慢晃啊晃啊晃啊 然後要突破不突破 又突破不突破那種感覺 我覺得目前這個 一直不斷往上做或許也是一個 機會啦 看看自己 好我們看到這個安泰克吧 那安泰克就一樣 就是支撐就在這裡 我忘記什麼時候之前有講 7月8號的時候吧 我忘記什麼時候講啦 反正應該7月8號應該還是放在這裡吧 那目前就是支撐啦 然後往上走 一小小 也不算一小小 因為他 範圍看起來是一小小 但他長了5% 從這地方上來這樣子 這樣子就5%了 對所以 就是支撐到了 然後就往上走 就沒有太大的想法 就你你去做 然後 到達支撐坐進場的方法的話 那 這檔成功了 但是還是有無數檔是失敗 想停損了很多嗎 就最近停損就是 飛鴻嗎 然後安晴 還有今天的差一點停損的這一個 呃 漢小 對也是直接買 但就晃啊晃晃啊晃 最多那時候漲6%7%的時候 我沒有去把他賣掉 後面 今天看起來就是快要跌破了 對啊 那是看他 要守住還是還是要怎樣 看他怎麼樣走 對 那目前就一樣 就是 手撕撐吧 然後 他是 已經往上走了 對所以 搞不好機會已經 過了 也說不定 好不需要的 所以看這 不是說他上漲然後你再做進場 對 其實還沒上漲之前要做進場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加金 我們這邊看好了 恩 他是有點亂掉 看一下 他什麼時候儲全息 7月6號這個圖 圖是一樣的嗎 好像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價格是不是 71 這邊是一樣的 那我們之前在這個底部的時候也稍微抓一下 那他其實在這個位置 也是 很複雜 很複雜 後面才往上拉 那 這一檔對於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 對他興趣沒有那麼大 對我來講的話興趣沒有到 我覺得 如果我的話 我應該要等待77塊以上 突破了再說 那這邊這一層 其實都蠻能做 是這邊這一層都是小 小直升小壓力啊 我看他如果放在這裡的話 我可能放在這裡我覺得也蠻合理的 大概這裡吧 就可能67.3 然後這一這一層 這一層算是有有有格局的看 那這裡的話可能 maybe有支撐 但是 我覺得也難看懂 所以我的線圖就想要畫成這樣就好 再來的話我覺得這個 拉下來 拉下來 到這裡 大概這樣子吧 6167 77.5 那我會去做的肯定是這一層 或者 這邊有破底翻 再看 當然破底翻 也不一定會成功 也不一定會成功 對 所以大家這樣這樣 如果我在近期 近期來說他沒有突破77.5的話 應該沒啥興趣 拉 我覺得把錢放在這邊就是一個 bend money 死錢的感覺 因為沒有任何可以去證明說 強勢股被出貨 那資金就會轉到反彈股 這件事情上 真的還是要看他的格局 真的還是要看他的格局 OK 那看一下這個晶圓吧 也是一檔很爛爛的 就是 之前高 然後現在一個反彈 啊 這一檔 哇 你問這個複雜 是什麼鬼 這檔真的很複雜 然後 搞不好他 我已經能夠 我已經能夠去想像他會有什麼話題了 他話題就是他是 有蹭到一點AI 什麼三大NB的鍵盤 只是蹭到一點AI 但是 他股價明顯就是 不行啦 我股價明顯就很不行啦 對啊 那看他結構 超亂的 他結構很亂 就是突破了這一層壓力之後到這邊然後就上不去下來 而且還撞了兩次 然後這邊假突破 然後撞了兩次 撞了一次 撞了兩次 然後這邊有一個破敵方的結構 破上去之後一路拉到這裡來 然後現在又開始要來做一次破敵方的結構 但是他這邊的格局我覺得 很亂啊 對 亂到我現在一點也看不太懂 格局有點亂了 所以這檔我pass掉了 然後 他這一檔比那個加金我更沒興趣 除非突破46塊 突破很明顯的嘛 我們就從這個這個2021年的8月這邊突破 他可能差有機會到55 那沒有突破之前我就下面這邊都是一些 小鴨小撐他會隨著時間隨著籌碼去做 更動這樣子 OK那我們看一下牆帽吧 那牆帽的部分呢就是我在 昨天 這個是 昨天丟到那個會員個股啦 那就很簡單嘛 73.2 有來回測 再看 如果說你是接昨天那根 10 今天這一根 10 所以 盤中去買的人 都死掉 盤中去買的人 這個應該有辦法 浮上盤中去買啊 應該說 你 你可能會說啊我照著人家講說買率不還 不買紅啊 啊為什麼還失敗 因為支撐還沒到嘛 當然支撐到了未必守得住 因為畢竟我們是有看到他已經 拉上去之後 他是有被出貨的現象 所以說到達這個地方的話就 要再看看 要再看看 看他有沒有指紋 有指紋的話再看嘛 或者這邊等破底翻 都可以 要增加勝率一定等到破底翻 沒了 那他是一個大格局的一個突破 那大格局的突破他也未必他要幫你防守 他可能跌破再往上拉 要看主力呢 這地方有沒有進行一些追加的一些 現象 就是質問 質問收貞這樣子 OK那我們今天呢 三部影片錄完了 然後 就明天見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 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